被五花大绑的大闸蟹 上头放姜片 能去除螃蟹寒气 简单清蒸就能品尝极致美味 剥开蟹壳 拿掉寒气最重的白色心脏部位 蟹身直接对半折开 黄沉沉的蟹黄 跟银润如汁的蟹膏 呼之欲出 蟹黄蟹膏如蛋黄斑 风云浓郁甘甜绵密 交织出当季的鲜美口感 蟹绞肉也不能放过 肉质细致软嫩 令人损止回味 很多客人都说 他曾经吃过的大蟹 是比较腥味很重的 然后他也跟我们讲说 虽然我们台湾羊的蟹 比较没有外面的那么的大肢 可是我们是基本上 完全没有腥臭味 不止大闸蟹美味 老板娘郑佩卢 还有养殖泰果虾 海鲜需要很高的温度 所以要马上盖 对不然它会跳出来 在高温下的泰果虾 渐渐穿上红色外衣 虾壳香气瀰漫整个厨房 起锅后淋上特制的柠檬酱汁 能提升虾子的鲜味 一剥开虾头爆出满满虾黄 筋筋裹住Q弹扎实的虾肉 搭配上柠檬酱汁 清爽开胃 超虾料理当然不只有这一道 红通通的泰国虾 米酒去腥 撒上胡椒粉煮到收汁 这道胡椒虾沾满浓郁胡椒 新疆够味 下饭也下酒 会有泰国虾料理 是因为大闸蟹产季在9月到11月 为了提早吸引客人目光 郑佩如以泰国虾当成餐厅另一个卖点 当初有思考过说 8月份我开卖泰国虾 我会有一些客人先进来 如果他对于我们的泰国虾 有信心 那是不是10月份 他就会再有机会来吃我们的大闸蟹 所有料理呈现原始风味 是郑佩如的初衷 为了菜色多元 也让不吃虾蟹的人可以一饱口福 他把自己养的鸡跟薄皮辣椒 做出美味鸡汤 经过一番炖煮 金黄色泽的鸡油完美融进汤头里 喝起来温润香甜 暖净品味 鸡肉吸收薄皮辣椒的香气 肉质多汁有咬劲 我本来也只是想要让大家认识我们 我们真的就是在养殖区 然后开一个很小的餐厅 我直接面对消费者 让他看见我们的食材是真的很新鲜 而且也很安全 郑佩如秉持不添加过多调味 健康里面生活陶客喜欢 要吃还得先定位 请问一下定什么时候 一人坚扛两份工作 不只做保险业务 八月过后也得在餐厅掌勺 为的就是支持老公陈英杰的养殖事业 一开始还到百货公司摆摊卖虾蟹 不只没有成效 还无法回收成本 后来干脆直接在产地盖帐篷 卖起简单料理 我还记得就是曾经有客人 就是要来吃蟹 可是那一天是下着大雨 然后他们两个淋湿了 我那时候心里有一点感动 但是我有告诉我自己说 我需要再设备好一点 对 照顾愿意支持我们的人 也因此起心动念 开了餐厅扩建店面 尽管只是简易铁皮屋搭建而成 却承载郑佩如满满的心意 以朴实除意 谢谢陶客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